大家好,我是顾敬,今天我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需要一个35毫米的镜头 那在上个视频里呢,我介绍了为什么你需要一个50毫米的镜头 好多人反应说50毫米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太长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35毫米的镜头 那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35毫米的镜头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虽然35毫米相对于50毫米来说呢,是我们俗称的小广角了 但是35毫米的广度呢,其实并没有广到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让你感觉到边缘会有那种广角的那种畸变形变的感觉 相反呢,其实在很多情况下50毫米会让你觉得过长了 35毫米你反而会觉得更舒服 那另外一点呢,如果你使用35的话 你其实只要稍微往前走一点 然后或者是你后期的时候稍微剪裁掉一点 它就变成了50毫米的视角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呢,如果后面是堵墙或者空间比较狭小的话呢 35毫米的视角可以让你拍到东西你使用50毫米是没有办法往后退的 那35毫米的实用性呢 从另外一方面厂商提供那些不可以更换镜头的相机可以看出来 打个比方说如果富士的X100系列 然后索尼的RX1系列呢 都是使用35毫米的不可更换镜头 所以35毫米是非常被广泛应用的一个镜头 那如果说到拍人的话呢 使用35毫米拍摄一些环境人像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它包含了比较多的环境在里面 虽然它是个小广角 但如果你离得足够近 然后配上一些大光圈的话呢 其实背景看上去虚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全身人像的话 因为35毫米是个小广角 所以如果你把人物的腿部 尤其是女生的腿部放在画面的边缘的话呢 它的腿部会有一个拉伸的感觉 会看上去比时机长一点 那一般来说我们放在下面的边缘 当然如果你要是可以让它的腿部成这个形状 放在画面的上边缘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到镜头的选择呢 在35这个焦段上选择相当丰富了 包括了大光圈的F1.4 当然价格又比较贵了 或者性价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F2.0 成降质量也不错 如果你使用佳能的话呢 它还带有防抖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使用索尼啊 或者其他品牌的话 F2.8的比较便携的价格便宜的 在35这个焦段的镜头画质也不错 那还有一些手动镜头你可以选择 当然如果你要问我的选择的话 我当然一定是选这支佳能35 F1.4二代 这支镜头是我用过所有镜头里面 成像质量最好的 不光是35这个焦段 所有的焦段里面 它的成像质量是最好的 当然了 作为一支F1.4的镜头的话 它的问题在于它的价格比较的高 那相对于50毫米这个焦距来说呢 35的镜头普遍价格是比较贵的 尤其是F1.4 相比佳能的50F1.4来说呢 它可能贵了好几倍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呢 如果你经常使用这支镜头的话 它是值得的 如果你是佳能用户跟我一样 我会推荐你使用这支35F1.4二代 当然了 如果你不想花这么多钱在一支镜头上 或者是你是其他的用户呢 并不妨碍你买其他的35这个焦段 享受35给你带来的这个拍摄摄影的这个乐趣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捷幅的相机呢 也没关系 因为35这个镜头在捷幅APS-C的相机上面呢 它的等效焦距差不多就是50 如果你想知道50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你可以看我另外一个视频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 请转发评论点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名字叫心仪顾俊 然后follow我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